多图学姐换新发型。 气质女神秒变猛昧。 一线身杀光底片。 政治中心综合报道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幕僚黄静盈因在节目一日幕僚中现身,而意外爆红,更获封国民学姐的美称。 一直以来用气质旁分短发式人的学姐,金,29日被镜头捕捉到换了新发型。 立刻吸引许多人的目光。 学姐以前留住旁分的气质短发。 资料照记者林敬民摄影。 今日上午,台北市长柯文哲率领市府团队以及妻子陈佩琪,前往新竹市展开市政交流。 新竹市长林志坚更亲自解说新竹300博览会园区内理念。 现场被围观群众,媒体挤得水泄不通。 不过,媒体也在现场发现学姐的身影,经见她换了新发型,原先短发旁分的她剪了刘海,变成超萌的妹妹头,可爱指数瞬间爆表。 柯文哲金与林志坚同台。 学姐受访时透露,头发昨天裁剪,今日陪同柯文哲来新竹指示媒体事务组一般的工作,今天刚好轮到她。 至于是否有参选的意愿,学姐也赶紧否认,表示没有这个打算,现阶段还是会留在市府做好幕僚的工作。 作词互信者、 filters通知诈计划作的就是写划作词。 学姐新发型曝光。 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幕僚黄敬因在节目一日幕僚中现身,而意外爆红,更获封国民学姐的美称。 一直以来用气质旁分短发式人的学姐,金,29日被镜头捕捉到换了新发型,立刻吸引许多人的目光。 学姐以前留住旁分的气质短发。资料照记者林敬民摄影。 今日上午,台北市长柯文哲率领市府团队以及妻子陈佩琪,前往新竹市展开市政交流,新竹市长林志坚更亲自解说新竹300博览会园区内理念。 现场被围观群众,媒体挤得水泄不通。 不过,媒体也在现场发现学姐的身影,经见她换了新发型,原先短发旁分的她剪了刘海,变成超萌的妹妹头,可爱指数瞬间爆表。 科文哲金与林志坚同台。 学姐受访时透露,头发昨天裁剪,今日陪同科文哲来新竹指示媒体事务组一般的工作,今天刚好轮到她。 至于是否有参选的意愿,学姐也赶紧否认,表示没有这个打算,现阶段还是会留在市府做好幕僚的工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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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姐新髮型曝光